一套出隆山寺可以看见60岁的世界姐 热情的为民众指引方向 她是一名无家者 在社福中心受训后成为导览员 街头是她平时工作也是她休息的地方 但这里真的安全吗 她就要怎样怎样 我说前面那么多女人 你去找她们就好了 女性无家者多少都遇过来自异性的骚扰 世界姐后们分享她所经历的事 但这些绝对不是特例 根据F部统计男性无家者占了八成上 而女性却只占一成五 为纳入统计的黑数可能远超过这个数字 女性无家者的清洁与人身安全都成了大问题 洗澡或者是说清洁各方面相当来讲会比较不容易一点 因为有的人他比较不喜欢跟男性共用区共用浴室 位于台北市南洋街的重修就好 是与女性无家者为主的空间 可以在这里安心的洗澡 同时她也是一家餐厅 让民众可以进来享用美食 这里让大家可以洗衣服洗澡 但这里也会有一些空间是会举办一些活动 像是创作的课程写字的课程 那也有美合一些零工的机会 社福中心与重修就好满足了生理需求 有许多热心居民参与这个社会安全网 给予无家者最温暖的陪伴 让他们的心不再流浪 记者 曲道林 蔡孟廷 采访报导 我是整新的 哈哈哈哈